上次我們說起危疾,我首先看計劃之前,我們公司有兩種選擇 第一,我用一個比喻,你比較容易理解 有沒有買過樓或租過樓? 有 有,租樓還是買樓? 都有 租樓和買樓都有? 都試過 那你買樓開心一點還是租樓開心一點? 買樓有一點 為什麼買樓會開心一點? 為什麼買樓會開心一點? 第一部分,我講一講 最重要是跟客人聊天 所以我們會發問問題多一點 所以,其實危疾保險也好像一層樓一樣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買樓 要供 第二種便宜一點,就是租 便宜一點 跟買樓一樣 比如我買一份危疾保險 我放進去的錢 沒有事的時候 便會當儲蓄 有事的時候便會賠償 至於,如果用租樓形式 即是用定期的危疾保險 我放進去的錢 有事便會賠錢 沒有事便會消耗 便不會放進去儲蓄 這兩個分別 就是買的自然會供得比較貴 但是,所有的東西 將來會屬於你的 就好像一層樓一樣 譬如你供了十二年之後 你便可以不用理它 而它的保障會一直到達你 一百二十歲或一百歲 忘記了 但如果你買樓那隻 即是定期 看起來便會便宜一點 但其實它每五年 會加你一次價 你年紀越來越大 會加得很厲害 但最重要的是 你放進去的錢 便會無助 你看都看自己 不用賠償 所以當然是看 身體健康將來 拿回所有錢 好像一層樓一樣 賣掉它 這個便是分別 好了,我做了一個示範給你看 就是我計算了 如果你買樓 亦都會供足三十年 你三十歲 到你六十歲 如果無事無缺 你買樓的成本總共是多少 另外就是 如果用公那隻 即是自己擁有那隻 總成本又是多少 我做了一個三十年的比例 給你看 看起來 我假設一些數字 租那隻很便宜 一年一萬元 那三十年 你就總共給了五十萬 因為五年會加一次 所以這個計劃 當你三十年後 六十歲 完全無事的話 你就消耗了五十萬 好了 但如果 反過來用買的方法 你其實供下去 就不止一萬元一年 是要給二萬三千元一年 看起來就很貴 不過其實 它只需要供十五年 所以總成本 是四十八萬 所以就這樣看成本 你用租那隻 就貴過你買那隻兩萬 但你沒有忘記 其實到時你不玩 你可以將這四十八萬全部拿回 所以如果用三十年來計 如果你用買那隻 要供那隻 你的總成本其實是零 我們給你的保險是免費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覺得你想看買的多些 還是看租的多些